其实公务员也有些不满 觉得铁饭碗很不好捧 价看得到用无到 而公务人员协会则认为 不管公务员还是劳工 其实应该坐下来一起讨论法治化 而不是为了谁的福利好 真的面红而耻 走一趟台北车站周围 就可以看到满街的公职补习班 工作稳定福利好 是不少人心中对公务员工作的第一印象 为什么会想考公职 因为就是可能收入会比较稳定 感觉很稳定 算是比较有保障吧 他们比较敢放假 因为就是可能 如果你说休假的话 可能私人期的话 比较不敢休 不过公务员福利是不是真的比较好 却在PTT网站上引发讨论 有公务员出来报区 不过实际上跟劳工比一比 现行公务员一年只有11天国定假日 劳工有19天 115天周休二日假期 比劳工110天还多 但5天的知心试驾跟28天的有心病假 限上不少劳工 再加上婚假产假 桑假条件都来得优 都让人觉得公务员真的比较好 说到调整假期 公务人员协会也很赞成 应该让全国一致 但也呼吁更应该思考 创造一个全体劳工更好的工作条件 而不是一起拉低大家水平 公务员是一个什么行业呢 他这个比上不足 比下有一个行业 坦白说他是个整个社会里面的一个中位数 那有军公教这个族群在当中间阶层 或是所谓的中产阶级 那这个时候企业就比较不会去可口劳工 因为至少有个标杆在那个地方 事实上社会对公务员的要求越来越高 每天不停嗡嗡嗡 没有比较轻松 是好是坏 各种滋味恐怕只有身在其中才能懂 UDN TV 苏尚伟 王嘉宏 李怡峰 台北报道